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在我面前的是什么 是鬼或者是净化人吗 豆腐问哑巴是不是大粽子 哑巴没有回答 因此豆腐换了个说法 就说那后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后面是一个宝库 里面藏着一个巨大的宝藏 普贞的宝藏 宝藏这个词似乎让豆腐想起了什么 他忽然撕了一声 歪着头 眼神有些闪烁 我心中一动 暗暗警惕起来 说实话 这是我最信任的兄弟 我从来没有防备过他 但现在豆腐已经不仅仅是豆腐 从他刚才疏漏嘴那一段话 我就知道 师仙的意识正在慢慢占据主导地位 现在最好的情况 就是师仙的意识 能够恢复得慢一些 我实在不希望豆腐再想起任何事情 然而 我这个愿望有些落空了 豆腐嘴里忽然冒出一个词 那个词绝对不是汉语 因此我意识没听清楚 豆腐说完 似乎醒悟过来 摇里摇脑袋 神情显得有些疑惑 我心中暗暗警惕 面上不动声色 问他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豆腐神色看上去很无辜 就说 有一点印象 但具体没想起什么来 说着 他目光闪躲了一下 转而去问哑巴就说 你就别打哑咪了 那后面的宝藏是什么呀 后来呢 你到底死没死 你是陈词 还是超级大粽子 哑巴知道豆腐之前的事情 虽然没有听过豆腐的解释 但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文言却是咳嗽了一声 就说 这个秘密 我只告诉他一个人 他的目光示意了一下我 哈尔查盖倒是无所谓 毕竟 他这次主要是为专锐而来 便耸了耸肩 自发地走到那个洞口处 说帮我们看着 豆腐却没动 显得不乐意 将我胳膊一拽 就说 什么秘密这么大不了的 这地方又没有外人 我心中其实很复杂 确切地说是痛苦 因为我从现在开始 不得不防备猜忌曾经最信任的兄弟 而让我最痛苦的是 这个兄弟是被我害成这样的 他不止肉体曾经被尸仙一点一点吃掉过 甚至连思想意识都在被吞噬 而现在 我却无能为力 若是在平时 豆腐这么一耍赖 那我就由着他了 但现在 我不知道眼前这人的心思 有几分是属于豆腐 有几分是属于实现的 因此 我不得不防备他 于是我将他的手拍下去 让他去一边待着 豆腐估计是猜到我的想法 肩膀垂了下去 显得很难过 扯了扯嘴角 就说 我就知道 告诉你真相 事情迟早会变成现在这样 最后不会再有人相信我 我是做了个决定 就很难轻易改的人 但对亲近的人 却不太能够狠下心来 他这么一说 我心中更难受了 刚打算开口 豆腐白了白手 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故作无所谓的模样 谁稀罕听啊 不说拉倒 随即便跟哈尔查盖 一起到了洞口边上 这时 我看向哑巴 压低声音说 可以说了吧 哑巴微微点头 压低声音说 他是谁 我一愣 哑巴不是要告诉我真相吗 怎么现在反倒问我这个问题 说这话时 他看向了豆腐 我不油地皱了皱眉就说 这有关系吗 哑巴气息越来越急促 我担心他真的会撑不住 便立刻说 实现的元神 好像跑到他体内了 所以 哑巴显然见多时光 不许我多说 他已然明白过来 瞳孔一缩 猛地抓住了我的衣服 就说 不要让他进去 否则 你会后悔 我急了就说 那后面到底是什么呀 哑巴摇了摇头 说 每个人看到的 都不一样 当年 我身受重伤 进入里面 但出来时 却支撑不住 受伤而死 说着 他目光看向 角落中那具尸体 我大脑中 轰鸣一片 就说 那具尸体 是陈词 那 那你是谁 哑巴摇头说 我是谁 我也不知道 我醒来的时候 旁边是一具一模一样的尸体 不久之前 我以为自己是清华人 但是我发现 我也不是 其实 我是一个 根本不存在的人 或许 连人都算不上 根本不存在的人 我察觉到 哑巴似乎支撑不住了 忍不住将人抱得更紧 就说 我该怎么救你 其实这会儿 比起真相 我更加无法接受的是 眼前这个人随时会死 哑巴难得地笑了笑 笑容转瞬即逝 随后 他说 对 根本不存在的人 其实 我只是一个影子 那后面 放着一样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世界上还有那样的东西 但是 凡是靠近他的人 都会变成影子 我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我从脑海中醒来那一刻 我就在寻找自己的身世 原来 原来 我只是一个死人的影子 只是 一个 影子 不要进去 这是一个 骗局 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骗局 根本没有破解诅咒的办法 当年的白老四 是假的 白老四不存在 所以 所以什么 无水 无水 我看着他紧闭的眼睛 立刻去探他的鼻息 然而这一次 我没有摸到呼吸 死了 就这样死了 我感觉自己眼眶一片灼热 那种悲痛感 有在山洞里见到陈词尸骨时 那一刻更生 什么叫影子 什么叫白老四是假的 不是净化人 那又是什么 豆腐两人听到动静 围拢过来 一见哑巴的模样 顿时打惊 豆腐说 死了 他神情不可置信 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声音嘶哑说道 又死人了 老人 为什么大家不能平平安安地活着 我只觉得眼睛发胀 却说不出话了 是 为什么 人不能平平安安地活着 哈尔查盖毕竟与豆腐没什么交情 他似乎想安慰我们 张了张嘴 想说话 但下一秒 嘴又合拢了 眼神中透露出一副见鬼的表情 与此同时 我感觉自己怀里的人 迅速地失去了重量 等我再低头一看时 只剩下一具包裹在衣服里的白骨 怎么会这样 豆腐原本已经哭了 这会神情也是呆了一袋 眼泪都忘记流了 乐乐地说 怎么回事啊 老神 哑巴他到底是人还是粽子 他的尸体 怎么会 是人 还是粽子 我哪里知道这个问题 我只知道 哑巴一直形容自己为影子 可是影子怎么会变得有血有肉 这扇门的后面到底是什么 哑巴临死前 终究没有说出诅咒的真相 或许对于哑巴来说 其实并不重要 他是个靠谱的人 在临死前所说的话 必然是他认为最要紧的 如果对于我们陈家来说 诅咒都不要紧 那么这真相背后 究竟是什么呀 我联想哑巴刚才说的话 心头不禁一跳 如果后来白老四是假的 也如同哑巴一样 只是个影子 那么对于白老四来说 自然就不存在了 这个影子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诅咒一直都没有解决 那为什么诅咒最后 会转嫁到爷爷身上 哑巴显然是不久前 才想起了一切 他后来是怎么失忆的 山洞里那具尸体 又是属于谁的 一切的一切 哑巴都没有来得及解释 便这么一命归天 甚至只留下一具白骨 我别提多糟心了 而这时 剑府逗我不答话 便将目光看向那扇木门 对我说 老神 我觉得 那扇门后面有什么东西 很吸引我 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眼皮一跳 说 吸引你 是吸引诗仙吧 你真的没有想起什么吗 豆腐皱了皱眉 最后说 我没有想起什么 但是我可以肯定 这后面的东西 对诗仙有好处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当然是听你的 我心里清楚 木头越想要的东西 对我越有害 所以 你要阻止我 话音刚落 便听洞外传来一个声音 说 确实应该阻止 我还没反应过来 便听砰的一声 一阵乱石飞溅 我们身后的石墙 被炸塌很大一块 那声音不是别人 正是吕素 与此同时 我听到文敏的声音 他大叫道 陈雪 不要进去 不要进那扇门里面 烟尘四散之中 吕素跨步而入 他身后跟着的是文敏等人 并没有哈尔查盖所说的 被捆起来 像是进来之前 特意松绑过一般 文敏神情惊恐至极 猛地冲了起来 目光看了看我们 又看了看那扇木门 猛地松了一口气 我心头一跳 他这样 难道是吕素 对他说了什么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